据路透社报道 当地时间17号 亚马逊宣布投资英国外卖初创企业 有分析人士认为 这是亚马逊进军外卖领域 与优步竞争的信号 据外媒报道 本次投资的具体金额并没有公开 但是路透社报道称 亚马逊是DeliverRu本轮融资的领头方 DeliverRu正进行G轮融资总额5.75亿美元 约合40亿元人民币 公司希望通过此次融资 改善国际业务和服务 亚马逊对DeliverRu的投资 将是迄今为止 公司对一家英国初创企业 做出的最大单笔投资之一 在此之前 经过两年的运营 亚马逊餐饮提供一小时的送餐业务 于去年12月关闭 据报道 优步曾多次试图收购DeliverRu 但是并没有成功 DeliverRu成立于2013年 与其他外卖送餐公司不同 它主营高端餐厅食品配送 包括多家米其林星级餐厅 及连锁品牌 目前DeliverRu在英国 100多个乡镇城市运营 入住餐厅达到8000多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